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宽利 今天这个视频想要讨论一下 不管是学情还是在文化课上所谓的马虎 就是做题目很初心的事情 那比如说在文化课上 就说一个简单的数学学习 有些小朋友什么三看成八的啦 八看成三的啦 七看成一之类 然后这个我们就说他做事怎么这么马虎 那弹琴上一样 比如说都看成咪咪看成收的这种也有 那一般遇到这种形容是怎么解决呢 就说好吧 那你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出现 那你就多做几次吧 那钢琴上也是 你既然都看成咪咪看成收 那你这个小节弹个五次你就会记起来 这个过程叫什么 这个过程叫刷题 对吧 如果刷题是可以解决问题 那我相信全国的小朋友基本上问题都被解决了 因为坦白说他们在小学阶段 经历的刷题这个过程是不少的 但事实上并没有 你会发现会马虎的还是会马虎 这件事情并没有这样被解决掉 然后我们就会认定说 哎呀我的小孩就是这个样子 他心天的 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在心理学上 已经有相对的一些研究 那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看书看谱 或是学习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用眼睛在学习 但其实这个时候是有两个信号的 就是有视觉的跟有听觉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会默念 然后我们会小声的念 可能在心里念 可能念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有一个念的动作 然后这个信号呢 它会传到我们的耳朵 我只会传到耳朵 不是说它真的要发出声音 你在心里默念是没有声音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会产生一个虚拟的信号 传到耳朵里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眼睛 还会再去看到这个文字 于是呢 我们就会把文字跟耳朵 听的信号去做一个对比 两边对比成功 就代表OK 我知道它没有问题 那如果两边对比有问题呢 那这时候大脑就会有一个警讯 就会说 你这里是不是出错了 要再看一下 所以譬如说我们在看谱好了 我看到这里是兜 可是我念的时候 居然把它念成咪 还是怎么样 也就是我视觉跟听觉不同意 这时候呢 我大脑警讯就会告诉我 这里可能有问题 我就会把它听下来 好 那这个实验呢 有个心理学家 他在北京的一个中学 有这么的做过 就是说他把学生分两组 一组要求他直接做题目 一组要求他在做题目的时候 去把这个题目啊 同时的念出来 可能在心里念 默念 或是小声念 不管了 总之就把它念转 那当然你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结果 第二组的分数明显的 比第一组的要好了很多 好 所以在弹琴上的道理一样 当我们边弹边唱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诶 Dore mi va so 这时候我唱的东西 诶奇怪 怎么跟我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教学我们这个经验 但我教学的时候常遇到 就学生唱唱唱唱 突然发现 诶他自己弹错 他就停下来 发生什么事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的视觉跟听觉 在一个闭环的比较里面 他发现 诶不想的 这个时候 他就会去 去 停下来 然后告诉自己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所以这个是在说 为什么我们在学情的过程之中 唱谱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会让我们的视觉跟听觉 在一个闭环里面去做 一个比较 而这种比较的话 你可以想象 比如说你平常念书也是 比如我们平常自己念书 如果说我们心里不默念 或是怎么样 你会发现 哇这个学习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在念什么东西 所以到最后 我们就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一看书 我们心里 就会跟着默念 那弹琴一样 一定要练习到 他说我看到一份谱 心里就会跟着有默念的这个习惯 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建立起来 那马呼是永远都会发生的事情 它并不是一个刷题 能够解决掉的事情 好 这是一个关于马呼的一个 算是一个研究吧 那念还有很多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 我之前在一些其他视频有讲过 就是说我们大脑分的上中下三层 就简单的说 越下层越原始 他就是一个本能 越上层呢 这个操作 这个运作会越高级 那上层是我们的语言跟逻辑区块 也就是说比如说 一个小朋友 一个三四岁小朋友 特别是小男生 他发脾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性 他不讲话 他就静静在那生气 生闷气 或是丢东西 或是怎么样 但他不讲话 为什么 因为他脾气一来的时候 他整个血液往下 冲到脑干去 这时候会 让这个小朋友的身体 是以他的本能去行动 而不是思考后的行为 去做这个行动 所以他可能会摔东西 他可能会踢墙壁之类的 但都是一些本能的行为 但注意到他的讲话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心理学家说 当小朋友这样子发脾气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引导他讲话 只要他愿意开口跟你讲话 那后面的事情会比较好解决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口讲话 这个血液就会往上 血液一往上 让他最上层的这个地方 就额叶跟捏叶这里 他能够有血液 OK 他就会开始进行一个思考动作 那弹琴的道理一样 如果他在唱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 视觉跟听觉的闭环 的一个比较之外 这时候会强迫他的 大脑的上层开始运作 这时候他的练琴 才是我们说的有代脑 所以这是第二个练琴唱谱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希望借由这个视频 我们来探讨一下 所谈弹会很马虎的这个事情 根源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弹琴 我们一定会需要唱过 那希望这个视频 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谢谢